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王宇洋先生 發表證件 請開始 大家好 我是登記19號的王宇洋 目前 我是金色力量黨的黨主席 我此次競選的口號是 光頭19 耐超19 蘇林八道 刀火更刀 因為我從陳時中2017年上任委副部長 就持續監督他到現在 至今已經將近六年的時間 這個足以證明我既耐超又持久 今天的證件發表分為四個部分 一 參選目標與初衷 二 不自殺聲明 三 證件內容說明 四 煙圈示範表演 第一個部分 參選目標與初衷 裕昂本身是全台灣唯一取得 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證書 也就是WHO FCT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的煙草減害專家 Tobacco Harm Reduction 我在2020年參選立委的時候 就在這邊公開請使任委副部長陳時中回應 關於我的訴求 就是抽稅納管煉紫煙 很遺憾陳時中依然是民意 如糞土 只有黨議 沒有民意 完全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因此 郁昂我在今年的9月14日 已經前往台北地界署 提告陳時中 違反刑法第217條 陳時中在立法院公然對立委 及百姓說謊 在國會殿堂宣稱 台灣已經沒有合法電子鹽的聲音 但因為我有充足的證據 所以我才敢大聲斥責 陳時中是說謊騙子 但是我也非常遺憾地說 地檢署至今對我提告陳時中的案件 完全沒有任何進展 這讓我對司法感到非常心寒 所以我參選就是要讓全台灣人民知道 陳時中是個說謊騙子 過去一人我是個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一般民眾 在我去澳洲打工度假的兩年期間 我深刻感受到台灣在國際被打壓的窘境 因此即便我來自深藍的家庭 在2016年我把總統的選票投給了民進黨蔡英文女士 希望她能把台灣帶向更民主的未來 當時這些事情在我們家差點鬧到家庭革命 結果當我從2017年開始從事社運 推動煙害防治法修法 電子煙合法化 在我與政府溝通交手的過程中 我發現民進黨會被稱為綠共 不是沒有原因的 獨裁 假民主 認知作戰 吃相難看 所以 預然我為了當年的錯誤來贖罪 2020年我參選了士林北投立委選舉 這一次我參選士林北投議員選舉 為了就是 2022、2024下架民進黨新潮流 說到下架民進黨 預言我是以曾經把票投給民進黨的選民身份而發言 結果網路上有非常多的人 在說我是藍狗 說我是白粉 也有人說我是綠蛆 我覺得這些都大可不必 以上三種標籤都不正確 因為現在預言我是金色力量的金蟲 金色力量專打假掰 藍綠白黃一起打 第二部分是關於不自殺生命的部分 本人身心健康 絕不自殺 絕不發生意外 今年的選舉 我身為民老百姓 借款了50萬出來參選 勇敢強力監督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揭穿他虛偽的真面目 說出廣大民眾的心聲 陳時中說謊騙子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黃玉陽 控格陳時中 就可以看到我在北投市長 抢他的影片 又或者大家可以觀看台北市第一選區選舉公報 我有附上我在市里實現公 抢陳時中影片的QR code 就玉陽所聞 為了選擇破壞呢 今天的我 就是明天的你們 旺周知 證件內容說明 社指導性專區 關渡平原醫療大麻 地熱谷煮溫泉彈 電子煙合法化 國異專區 安熱史合法化 外送員權益 機車路權 新建彈北道路 現在選舉公報已經送到每個選民家中 我也已經大致看完我們市里北投的選舉公報 有兩大議題是市里北投每次都會被候選提出來 但是最後都跳票 四年後呢 又會再提出來 那就是我們的社指導開發案 以及關渡平原開發案 玉陽將以點清不同的思維 提出我對這兩個開發案的看法 希望以新思維打破傳統政治的可救 第一個 社指導性專區 位於市里島的 位於市里區的社指導 已經經驗52年 社指導開發案是台北市長選舉的必考題 很高興 此次 台北市長候選人 動保黨張家豪 參考了金色力量 玉陽我提出的政見 社指導性專區 社指導博弈專區 其實 早在1988年 胡波熊當台北市長時候 就曾提出 社指導社請博弈專區的政策 然而這政策提出至今 我們的社指導依舊完全沒有任何發展 社指導今天面對的是台北市政府要進行強硬的全面區段徵收 計畫要破千或是說安置社指導上面的上萬居民 在社指導規劃性別平等型專區以及博弈專區 讓各性別皆可在此得到身心靈的解放 同時將型專區博弈專區的部分稅收回饋給當地弱勢居民 並且研議提供給當地居民 輔料打炮券的可能 藉此改善其經濟狀況 其餘稅則以北市府 適應龐大社會福利 例如長照等 讓當地居民 一般民眾以及政府 皆可達到多贏的局面 關渡平原醫療大麻 關渡平原開發案就類似設置到 很多士林北投議員都在提 但現在也經見超過50年 關渡平原有著台北之肺 雙北最後淨土的眉密 然而有一群人希望把這個地方打造成水泥大樓 岳陽主張關渡平原應該轉型生計現有產業 轉栽種高醫療價值以及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 例如醫療大麻或是休閒大麻等 如此不僅可延續台北精緻農業的產業鏈 更可促進台灣生計醫療相關產業 同時兼顧罕見疾病兒童與患者的用藥權健康權 國委會盡力促進在關渡平原舉辦 哈門關渡大麻音樂祭 藉此帶動士林北投觀光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下一個地勒谷煮溫泉彈 其實在民國83年前 我們北投地勒谷是可以煮溫泉彈的 但是北市府以遊客安全 以法規因素全面禁止地勒谷煮溫泉彈 這讓地方的觀光協會以及很多觀光客不能理解 因為在宜蘭的地勒谷溫泉公園是可以煮溫泉彈的 所以很多人希望在北投能夠恢復地勒谷煮溫泉彈 因此玉陽主張 為了促進北投溫泉商圈的觀光 北市府應該研議重新恢復地勒谷煮溫泉彈 並且強化遊客安全 以促進北投溫泉商圈的觀光 下一個是電子煙合法化 玉陽我從2017年便開始推動電子煙合法化 我除了領有世界衛生組織證書 我也代表台灣加入兩個國際組織 國際尼古丁消費者聯盟 營口以及世界衛浦聯盟 我主張所有較安全的尼古丁煙品 都應該抽稅納管 並且例如電子煙、加熱煙 以及無煙草口寒煙 並且逐步禁止傳統紙煙 明確設立無煙台灣目標 small free Taiwan 國際上已有紐西蘭2025年 英國2030年 加拿大2035年 我希望台灣在2040年能達成無煙台灣的目標 下一個 安樂死合法化 我從推動煙害防治法發現 荒謬的吸煙舊長照政策 以及社會上不斷發生的長照背革 因此 我還有看到很多人 非常支持所謂的安樂死合法化 因此我主張政府應該 積極的推動尊嚴善終修法 讓長照 所說的讓安樂死 或所謂的尊嚴善終 可以在台灣上路 不要再讓長照背革在台灣 一而再、再而再發生 外送員權益 我是一名外送員 我也是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的幹部 工會這些年跟政府官員 與民意代表進行溝通 但因為外送產業太過新穎 很多官員與民意代表 並無法了解 外送產業發生什麼問題 進而導致專法停滯不前 或者是各地方政府的 知識條例不夠完善 因此 若玉昂當選台北市議員 將會強化台北市 外送平台業者管理知識條例 賦予平台更多的義務與權利 並且保障外送員、店家與消費者權益 機車路權 大家常常在新聞上看到交通事故 其中在橋面上的機車專用道 一發生車禍 整條橋上的機車專用道都會塞成一片 這些都是很多不正確的交通政策所導致 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的合作 因此 我主張要開放民團參與道路安全會議 參與交通的決策 落實車速分道 並且廢除全時段區間測速 打造友善所有用路人的環境 最後一個政見 也是淡北道路 淡北道路這議題 在我們士林北投還有淡水已經卡關26年 終於在今年行政院8月6號 核定了這個工程 然而環團還是非常擔心 關渡的紅樹林會不會因此受影響 士林北投的居民擔心交通會不會因此涌涉 因此 我當選台北市議員後 將多數北市府提出有效保護關渡紅樹林的環境 以及士林北投交通疏導計畫 減少淡北道路對士林北投帶來的負面影響 這是煙圈教學 未成年請勿吸煙 這個就是電子煙 那它成分就是秉二醇 秉三醇 相近以及你固定 要塗煙圈的話呢 嘴巴黏 然後把牙齒包住 然後用咳嗽方式 把這個煙咳出來 那記得哈 未成年禁止吸煙 為候選人發言內容違反證件 發表會相關規定 違規內容以規定 將不已播出 請候選人主委 並以修正 請繼續發言 非常遺憾 這個煙圈的示範 大家在上網看 煙圈 這個現在電子煙 這東西希望大家可以關注 是在立法院三毒當中 會有很大的問題 最關鍵的是醫藥商 不是煙商 醫藥商是關鍵問題 請大家多多關注 水很深 好 今天還是政見發表 所以最後 越洋提出了許多年輕的議題 小眾的議題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 光頭十九 耐超十九 蘇林八道 十五更頭 十一月二十六日 投給金色力量 唯一的議席 十九號 黃宇洋 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給自己一個機會 給四零北投一個機會 十九號 王宇洋 我是金色力量黨 黨主席 四零北投市議員參選人 請搶救支持 十九號 王宇洋 謝謝